UFO目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 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但是依然无法阻挡它成为世界未解之谜 而在这些UFO的目击事件中 最清晰的UFO视频是一个叫做亚尔辛亚尔曼的土耳其人 在2008年拍摄的 视频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宣传大波 甚至一度成为了UFO爱好者们 用来证明地外文明真实存在的唯一铁证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最清晰的外星目击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化 大家理性观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哥 哈喽大家好小唐 在2008年的5月到8月份左右 土耳其的多个城市 都有市民曾看到过UFO出现在天空 一开始大家还没有太当回事 只是当做一种气球或者是灯光现象 可是之后的日子里 一个又一个的UFO不停地出现 这才渐渐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所有的人都在猜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一个名叫亚尔辛亚尔曼的中年人 拍下了这一幕的时候 这件事情才被推向了高城 那是在2008年5月的一天清晨 亚尔曼忽然就看到了一颗未知的光点 在夜空中闪烁 他连忙就拿出自己的DV 将光点就拍摄了下来 可是等到他将这个光点拉近之后 却惊讶地发现 这个光点竟然不是什么灯光 也不是什么星星 是一颗散发着荧光的圆盘型UFO而已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像是现代人类所造的那种飞行器 而是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 悄无声息 就像是在监视着什么一样 因为当时这种UFO在土耳其很常见 因此土耳其当地还成立了一家机构 叫做天狼星UFO空间科研中心 他们专门从事UFO观测 因此亚尔曼便将这段UFO的录像就发给了中心的科研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然而在全世界众多的UFO目击证据中 亚尔曼提供的证据无疑是最清晰最震撼的 所以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 该研究所的专家就说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清楚和最重要的UFO的图像数据了 比起那些UFO的目击者 亚尔曼的这份文件中 UFO的轮廓要清晰得多 就连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拍得一清二楚 而且从画面上来看 这艘UFO并不是人类所见过的任何一艘宇宙飞船 甚至连宇宙飞船的舱门和天线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在这个UFO的窗户的那个缺口当中 隐约还可以看到两个人影在走动 所以土耳其的一家电视台 第一次向公众就公开了这段长达1分25秒的UFO视频 并宣称这是目前世界上为止 拍摄到的最清晰的UFO图像的一段 这段视频一出立刻就引起了渲染大波 很多人都觉得土耳其的一家电视台在故弄玄虚 说他们看到的那些画面 其实它是用玩具或者是电脑合成出来的 而且这件事情也引起了UFO谜语 这个科学界的支持者的激烈的辩论 双方你来我往谁也不服谁 最后在研究人员阿克多安的坚持下 这些影像资料就被送到了土耳其科学委员会 和这个TUG国家天文台进行了初步分析 这两个机构其实都是土耳其官方性质的 研究人员都是物理学的教授以及天文教授 以及各方面的顶级专家 原本研究人员是想从这个22分钟的原视频中 找出亚尔曼伪造视频的证据 但是专业人员通过大量的分析后发现 这些视频竟然是真实拍摄的 并非捏造的事实 而视频中被拍摄的物体 也找不到任何特效制作的痕迹 最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就是 视频是真实拍摄的 不存在捏造事实的情况 甚至来自于日本、俄罗斯、土耳其的专家 和特效公司都进行了鉴定 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 于是这件事情又再一次被推向了高潮 那么这个原型的物体它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中间的那个缺口处看到的真的是外星人吗 虽然关于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 但是关于它的讨论却从来没有断过 后来智力的科学家瓦尔德斯 在2012年的4月就发表了一份 关于这段影像的分析报告 虽然瓦尔德斯提到 他通过放大原始影像的特写 在利用滤镜加大曝光率 在没有任何干扰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获取更多的信息 然后通过一帧一帧的剪辑 最终瓦尔德斯就得到了一幅令人震撼的画面 他说在这艘飞船的缺口的窗户前 赫然就站着一个看起来像是外星人的生物 不过它的手臂和头颅却是奇形怪状 而且它还低下了头 虽然因为镜头的拉近看的不是很清晰 但它还是可以看出来 这是个人形生物并不是静止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瓦尔德斯也看到了那些不明生物似乎也意识到了有人在拍摄它 他们还会朝着镜头这边张望 瓦尔德斯也越来越清晰的看到 这艘飞船上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人形生物 一共有三个类人形生物 而且前面的两个是典型的外星人形象 有着巨大的眼睛 尖尖的头颅以及消瘦的身体 而最后一个则是一个类似于螳螂人的昆虫 这三个人形生物在UFO的窗户中 飘忽不定的一直在移动 与这个悬浮在空中移动不动的这个飞船截然相反 在瓦尔德斯的分析下 这段录像再次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从种种迹象来看 这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UFO事件 不过还是有一些疑问没有得到解答 第一就是 为什么视频里的时间会在早上和晚上交替出现 不是在同一天拍摄的吗 假如视频是伪造的话 这么明显的日期 怎么会没有人注意到呢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视频不是在同一天拍摄的 那么这些UFO为何会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角度 同样的高度 这不由得让人怀疑 这一起UFO目击事件是否是特效棚拍摄完成的呢 而且还有人质疑也提出 当时亚尔曼很有可能只是拍到了游轮的顶棚而已 甚至有人将UFO与游轮的顶棚做了对比 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 那就是游轮的窗子 而那些外星人 就是游轮上的人 不过有一些人对此也表示怀疑 因为如果真的是游轮的最顶端的那个地方 以月球为参照 那是不是这个游轮就有点过高了呢 简直像是要飞到天上去一样 也有人说那是海市蜃楼才更有可能 那如果真的是海市蜃楼的话 怎么可能在数个月内不停的出现呢 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神秘失踪案件 这起事件就相当诡异了 那是在1978年的一天 一名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的一架塞斯纳182型的飞机 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飞往京岛 就在经过巴斯海峡上空的时候突然失踪 失踪前他还曾向这个墨尔本的航空管制中心 报告了有一架飞机在他的300米的上方盘旋 引擎还断断续续的作响 随后他就留下一句话 他说不那不是飞机 然后他就消失了 那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件事情的主人公名叫菲特列瓦伦提斯 他是1958年出生的 当时他的年纪只有20岁 年轻时候的瓦伦提斯酷爱飞行 一心想要做一名飞行员 他曾三次投考澳大利亚的皇家空军 但是由于成绩不好被拒至门外 后来瓦伦提斯自己以自学的方式 考取了一张私人飞行执照 拿到了飞机的飞行执照后 他在一家生鲜公司就找到了一份空运海鲜的工作 当时的瓦伦提斯还是一名菜鸟飞行员 因为他的累计飞行时间只有150个小时 还有他的驾驶飞机的时候还比较毛躁 当时曾经多次发生小意外 其中有一次就包括他蓄意的飞进云层等等 这一起失踪世界是发生在巴斯海峡 巴斯海峡就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端 东南端有塔斯曼海还有西通印度洋 是沟通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航道 海峡的两端横列着两座岛屿 东边最大的岛是富林德斯岛 西边最大的岛就是金岛 两大岛屿雄居两侧构成了海峡的天然屏障 这里就复产巨蟹和龙虾 尤其是当地的渔民刚捞上来的龙虾非常的肥美 穿越巴斯海峡最快的捷径也是最廉价的方式 就是飞机了 所以瓦伦提斯的工作就是驾驶着小型飞机 飞往墨尔本和京岛之间来运输海鲜 所以让我们倒回到1978年的10月21日 当时20岁的瓦伦提斯照例就开着他刚刚租来的飞机 去京岛提取一批新鲜的龙虾 这一次瓦伦提斯租借的是塞斯纳单引擎182型的飞机 按照预定的航线是从维多利亚州的穆拉宾机场出发 航线是越过墨尔本的外围 再通过奥特委最终抵达靠近巴斯海峡的京岛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航程 起初一切都非常顺利 瓦伦提斯也将自己的航程汇报给了地面指挥部 然而才刚刚飞了50分钟 情势就急转直下 不幸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在7点10分左右 瓦伦提斯又一次用无线电接通了地面指挥中心 电话中瓦伦提斯特别紧张的就追问地面指挥中心 他说在他500米的下空 是否有其他已知的航班在飞行呢 地面指挥中心明确的回复说 没有已知其他航班飞行 而瓦伦提斯却说 我发现我的500米以下的位置有一架巨大的飞机 那一架飞机通体发着绿光 感觉像是已经打开了信号灯一样 然后突然飞机又飞到了我的上方 距离大概300米高 又好像它在空中翻滚一样 并且速度非常快 接着瓦伦提斯异常紧张地说 不 这不是飞机 是UFO 它的形状很长 外表是明亮的金属 会发着绿光 一直在我的上空盘旋 我的飞机的引擎在抖动 极其的不稳定 而飞机引擎的抖动 就意味着飞机有可能是出现了机械故障 如果在海上遇到这种情况 那是非常致命的 但是四分钟之后 地面指挥中心的无线电却是一片寂静 而无线电的那头 却再也没有听到过瓦伦提斯的声音了 最终瓦伦提斯没有抵达京岛 他和他的飞机就这样凭空的消失了 事后澳洲当局立刻组织了海空搜救队 展开了一场搜救任务 许多架次的飞机就前往了事发海域展开搜索 数只搜救船在海上巡查 搜救者们仔细的就搜查了海岸的沙滩海域 而媒体实时也在报道一名飞行员在海上消失 希望过往的船只留意 在搜索了一千多平方英里之后 他们不但没有找到瓦伦提斯和他的飞机 甚至连飞机的残骸都没有发现 不得已只能放弃搜救行动 那么瓦伦提斯和他的飞机究竟去了哪里了呢 有人推测瓦伦提斯当天天气特别晴朗 能见度非常高 出事正好是日落时分 而日落余晖照在海面上 波光零零呢 瓦伦提斯说的通体发光的飞机 会不会是他的飞机在水面上的倒影呢 由于瓦伦提斯只有15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就很有可能在空中失去方向感 然后把飞机翻过来倒着飞行 把海面当成了天空呢 于是他最后就冲到了大海之中 而第二种说法就是 瓦伦提斯有可能是自杀身落 但是瓦伦提斯的家人却不相信 他们说瓦伦提斯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从来没有过自杀身亡的迹象 他热爱飞行 把飞行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而且他有一个女友 两个人感情很好 甚至已经准备结婚了 所以瓦伦提斯不可能是自杀身亡 但是不管瓦伦提斯是操作失误坠海呢 还是自杀 海面上都应该留有痕迹 因为高速飞行的飞机在撞击海面之后 会导致飞机智力破碎 会有一些飞机的残片飘在海面上 比如重量很轻的方向度和升降度 他们都很容易浮起来 然而搜救队伍并没有在海面上 找到那些飞机的残骸 这也让瓦伦提斯的失踪成了谜 就在所有人认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 情况突然发生了转机 根据一名叫做罗伊的业余摄影师的说法 他说他在海边拍摄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天上一只像飞蛾一样的飞行器 他当时很好奇所以就将这只飞行器给拍了下来 罗伊当时就意识到他拍摄照片的时间 正好就是瓦伦提斯失踪的前后的时间 他就将这张照片就送到了UFO地面观察中心 在罗伊拍摄的照片上是有一个横着的两边对称的东西 他们经过技术处理之后 确认这是由一个未知材料构成的实行物体 那这会不会就是瓦伦提斯所说的神秘飞行物呢 而飞碟的地面观察中心给出的回复是 看起来不太可能 因为每年世界各地有数千起不明飞行物的报告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恶作剧 或者是军方的秘密行动的导弹发射 又或是形状不明的飞行物云等等 那瓦伦提斯到底是不是遭遇了不明飞行物呢 正当矛头指向不明飞行物的时候 又出现了两名目击证人 一名叫做马尼的目击证人就说 瓦伦提斯师尊的当天 他正和朋友在110公里外的墨尔本郊区打网球 他们就看见两个像管状一样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平行飞 这个神秘的物体他们之前也没有见过 它全身是金属色的 有点哑光的铝的颜色 通体散发着绿光 他们一群人站在那个球场上 足足看了有两分多钟 而另外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目击证人说 他当时也看到了一架飞机遭遇到了一个 发着光的不明飞行物的干扰 在飞机的上方三到六百米的地方悬体 他们坐在那里 当时还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绿光渐渐的就靠近了那架飞机 然后慢慢的一起就消失不见了 种种的证据就表明了 瓦伦提斯的失踪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离奇的多 甚至有人推测 瓦伦提斯是遭遇了外星人绑架 这起神秘的失踪案 就引起了澳大利亚航空航天局科学家 理查德的关注 而理查德曾经和阿波罗的宇航员还共事过 现在他是全国异常飞行现象报告中心的主任 从事相关工作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 专门就收集飞行员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告 为了探明真相 理查德反复收听了瓦伦提斯最后的通话录音 他就发现录音是最后的17秒 出现了一阵非常奇怪的 类似于金属的神秘声音 那段声音之后 无信电就一片寂静 于是理查德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他说这段声音最后的金属声 很有可能就是飞机跟飞行器 接触产生摩擦而发出的声音 而瓦伦提斯很有可能是被外行人绑架 虽然这个假设有点超乎现实 但是瓦伦提斯的父亲却认为 这完全有可能 作为他的父亲 他宁愿相信儿子是被外行人绑架 也不愿相信儿子的死亡的事实 对儿子的失踪 他始终抱有一线希望 直到2000年的5月份 瓦伦提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仍然希望儿子是外行人带走的 而不是坠机身亡 至今瓦伦提斯失踪案 让所有人疑惑不解 没有找到飞行员和飞机的任何踪迹 而澳大利亚空难调查人员 仍然把瓦伦提斯的失踪 原因定为不明原因失踪 他们不敢肯定 瓦伦提斯在最后的时刻的 17秒无线电话的通讯录音 到底是什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 飞行员瓦伦提斯和他的飞机 始终都没有被找到 他和他的飞机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存在的话 但愿瓦伦提斯还活着 被带到了不知名的外太公去生活 当然了 目前外星人还没有被证实 所以故事宇哥就讲完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 拜拜